它的这个风波浏览基本上就是偏韧 弹性的话我觉得还不如之前的react 今天跟大家聊聊这双卢卡二代 鞋合就不用多说了 一个东七七logo所组成的鞋合 直接打开搭 这个配色就不用多说了 就是交代三代上的黑水衣配色 整体鞋面的材质和用料和常规的卢卡二代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鞋面就是由织物配上一些合成材料和热绒贴片组成 前掌这里左右角分别气条杠 对应起来就是东七七的备号 鞋舌上也会有罗马数字二代和东七七的logo 整体的中底下就是全掌的formula23 身上这个位置会做成这种黑水泥喷墨的效果 然后这次它的外地用的是这种灰色的水晶解 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就是它这一块TPU支撑片是连起来的 只覆盖到了中足的位置 然后外地其实和卢卡一代没有什么区别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双卢卡二代的上角 黑水泥这个配色整体还是非常好搭 同时也比较耐脏 整体卢卡二代的鞋炫相较于一代要略瘦了一些 不会那么宽了 前掌在弯折的时候 它也不像一代的那种普通漫漫 它会有卡脚的现象 二代刚开始会有些卡脚 后面多刷刷会稍微好一点 整体的中底和一代几乎是保持一致的 就是这种非常稳定的脚感 它的这个风波浏览基本上就是偏韧 就是硬中带韧的那种脚感 弹性的话我觉得还不如之前的react 打法的话大家可以参照东七七七 就如果你追求场地感 并不需要有太好的缓震的话 你可以试试这双东七七二代 目前卢卡2很多配色价格已经降下来了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关于这上期的问题 或者其他学习的问题都可以在下方评论 也可以直接私用我号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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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